欢迎大世界外电焦点来看到是俄罗斯每一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庆祝海军日 今年碰上了乌尔战争 官方仍然在大城圣彼得堡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 出动数十艘的各式战舰以及军机 总统普廷也亲临现场 在演说中表示 俄国研发的极英素飞弹 几个月内就可以正式的交付给军方使用 对乌克兰开战五个月的俄罗斯 庆祝一年一度的海军日 该有的阵仗没有少 3500名士官兵 42艘各式战舰 巡逻艇和潜舰 开进大城圣彼得堡捏瓦河 上空还有数十架军机飞跃 围观民众站满两边的河岸 无战以来 每次露面都成焦点的俄罗斯总统普廷 在国防部长肖一谷陪同之下 到场阅兵 演说中展现对西方国家的敌意 毫不避讳 预告几个月内 俄军就能配备研发完成的极音速飞弹 当天签署的俄国海洋政策和海军条令中 直接点名美国和北约是最大威胁 但展现军威的重要日子 俄国实质掌控的乌克兰克里米亚 当地官员公布照片 指控乌克兰以无人机攻击俄军黑海舰队总部 造成多人受伤 在当地的海军日庆祝活动 被迫喊咖 普廷当天行程还包括参访海军纪念园区 不过听取解说时 镜头前不协调的动作 遭到英国媒体放大检视 右脸上有蚊子 伸出左手绕过头拍打 而且走路时还一度同手同脚 右手打直 即使已经有多名专家推测 普廷健康没有大问题 但公开场合不自然的动作 仍然引发外界议论 张力德编毅